第一,推出全新簡約公屋 未來五年,興建約三萬個簡約公屋 第二,結合簡約公屋和傳統公屋 令未來五年,即2324到2728的公營房屋總建屋量 較上一個五年期,大幅增加約五成 第三,輪候公屋時間即時封頂 目標是結合簡約公屋和傳統公屋的總供應量 將現時六年的輪候時間封頂 在四年之內,即2627,降至四年半 第四,新建單位面積要封底 所有在2627年起,落成的資助出售房屋 一般實用面積不少於26平方米 新落成的公屋一至兩人的單位除外 一般的室內樓面積不少於同等的水平 第五,未來五年推出足夠的私營房屋土地 去滿足長遠房屋策略的估算需求 穩定私樓供應 第六,壓縮造地程序 生地變為可見屋的屬地 縮短一半至三分之一的時間 第七,善用市場力量,提升公私營協作 推出先導計劃,鼓勵私營發展商 參與興建資助出售單位 以及第八,加速造地 長遠建立土地儲備,掌握土地的供應主導權 讓政府走在問題的前面,不再追落後 我們會與防委會和防協緊密合作 全力提量提速提效提質 推高首五年的供應量 縮短公屋輪候時間 措施包括 一,推出的全新簡約公屋 政府會利用短期內 未有發展的政府或者私營土地 以標準簡約的設計 以及組裝合成的快速建成簡約居屋 在五年之內,興建約三萬個單位 增加約四分之一的公營房屋供應 輪候傳統公屋三年或者以上的人士 可以申請入住簡約公屋提早上樓 以家庭為優先 入住的人士可以保留輪候傳統公屋的位置 之後遷入傳統公屋 簡約公屋會配備傳統公屋的基本設施 租金較同區的傳統公屋低 另外,我們會向立法會申請專項撥款 去興建和營運簡約公屋 同時我們會繼續和民間協作 落成已經規劃了約兩萬個的過渡性房屋單位 計及約三萬個簡約公屋單位 未來五年,即2324至2728年度 整體的公營房屋建屋量 將增至約十五萬八千個單位 較上一個五年期的十萬零五千個單位 大幅提高約五成 當中包括公屋提前上樓計劃的 一萬二千個公屋單位 之後我會介紹 我們會推出公屋綜合輪候時間指數 反映申請者 在綜合輪候傳統公屋和簡約公屋的時間 以新增申請者和回收公屋單位數量 維持現水平不變來計 目標是在四年之內 即26、27年度 將公屋綜合輪候時間 由六年降至四五半 第二,落實公屋提前上樓計劃 政府會以分階段建屋方式 加快落成報伐公屋單位 預計未來五年 有大約一萬二千個單位 可以讓市民提早3至18個月上樓 第三,使用組裝合成提出 建議房委會規定所有 在第一個五年期新落成的公營房屋項目中 採用裝配式設計 並且在合適的項目採用組裝合成 至第二個五年期 不少於一半的項目採用組裝合成 房協亦都會在更多的公營房屋項目中採用組裝合成 第四,提升公私營協作 推出全新的私人發展商 參與興建資助房屋先導計劃 在下一個財政年度 開始我們推出三幅土地 讓發展商在投標興建資助出售房屋 以指定的市價折扣率授予合資格的人士 先導計劃 亦都鼓勵發展商 申請改劃他自己擁有的私人土地 興建資助出售的單位 以及第五,採用設計及建造模式 加快建屋 建議房委會在第二個五年期 至少一半的單位採用設計及建造合作模式 興建以提速、提效和提質 在提質方面 我們會為公營房屋居民打造更舒適的公共空間 設施和屋邨環境 房屋局局長會主持專責小組 為新公營房屋項目制定幸福設計的指引 我們也會建議房委會挑選五條現有公屋屋邨作為先導計劃 在五年內分階段 研究和落實進一步改善措施 替造更有幸福感的居住環境 快來訂閱通視 按旁邊小鈴鐺給我們點讚和分享哦 如果有什麼想說的 也歡迎在下面多多留言